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是2019年9月12日,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,大家好。 直播播报一则新闻,抽电子烟两年美青年废如70岁差点死掉,文章来源,联合新闻网于2019年9月12日,新闻取资各大新闻媒体,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,故事内容和人物纯属虚构,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。 美国伊利诺周18岁少年赫根瑞德抽了约两年电子烟,8月底因肺衰竭住进加护病房,美国近几个月出现大量疑似与电子烟有关的神秘肺病, 病例高达于450起,范围扩及33周,已有6人不幸丧命,许多受害年轻人近期纷纷站出来,警告电子烟的危险。 美国总统川普也因此计划,要禁止贩售越来越受中学生欢迎的家卫电子烟。 CNN报道,伊利诺周18岁少年赫根瑞德,两年前开始抽电子烟,因为大家都在抽。 之后更从抽尼古丁转换成大麻,约一年半后,他开始出现发抖出处的症状,之后病情恶化到开始晕眩呕吐,被送进加护病房后,医生赫然发现,他的肺状况糟如70岁老人,再晚个两三天没治疗可能就没命。 赫根瑞德表示,想起来就很吓人,小小一个装置如何影响我的肺。 加州18岁少女赫尔曼,也在病床上沉痛告白,她表示自己15岁开始接触电子烟,不觉得自己在抽烟,但她每天抽上一个电子烟弹侠,其实吸进的尼古丁含量。 相当于抽了一整包烟,日前她因为衰竭被紧急送医,在鬼门关前走一遭,精力无法自主呼吸,插着气管的惨痛经验。 她因此决心发起剧抽电子烟的运动。 美国从6月底开始爆发神秘肺病,而且患者多数年轻族群。 虽然目前仍无法确定病因,但因这些人都有使用电子烟或电子物化器的习惯。 专家因此认为肺病很可能与电子烟有关。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,CDC,还在调查这些疾病是由电子烟中的成分引发,或者只是使用电子烟灌系引起的。 美国总统川普11日在白宫表示不能再让情况恶化下去,联邦政府将计划禁售加味电子烟,包括薄荷口味在内,直准烟草口味的产品贩售,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7点,晚上7点半。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,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,拜托您订阅、点赞、转发或者打赏。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。 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澳克兰市应计时驾赞助播出,订阅电话510-465-1888。